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汽车销售的讲座 刚才呢是给大家放了一个维多利亚的一个整体的介绍 维多利亚呢是有1999年建立 至今呢已经有20年了 那么我们学校呢主要是提供一个 给华人呢找工作培训的这么一个平台 那么我们学校呢除了我们本地多云多以外呢 我们还有温哥华 乌太华 蒙特利尔 美国 包括呢就是埃德蒙顿的时间分校 我们主要呢是有四个方向 我们是有创业学院 投资学院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职场学院 职场学院呢我们是分为两个部分 硬技能和软技能 硬技能方面的课程呢我们是有一些 IT啊会计啊金融啊数据分析啊这些课程 软技能呢我们是会有一些像 汽车销售啊面试啊这样的 那么我们维多利亚教育团呢 也和世界500强的企业啊包括政府啊 还有啊一些汽车公司啊都建立了雇主 这些路人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至今呢 也帮助了很多学院呢成功就业了 那么我们在新的同学们 如果大家没有扫码进群的话呢 现在可以拿起你们的手机 扫一下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汽车销售 就业保证项目这个群里面 首先呢要跟大家讲一下呢这个随着这个疫情啊 其实一直持续到现在呢反而呢我们的汽车销售的行业呢 这一块呢越来越火因为大家都不选择坐公交车 坐地铁觉得开车的是比较安全 所以呢就是完全没有在疫情之下呢去影响我们的汽车销售这一块 然而呢我们学校呢是推出这个汽车销售就业保证呢 是帮助一 是帮助大家呢去考出这个证书啊 第二点呢就是帮助大家呢 可以完全的去就业啊 那么其实呢我们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汽车销售这个行业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有一个这么一个福利的待遇啊 像包括这种医疗啊牙医啊还有配件啊还有保险啊保养啊 包括有时候呢就是说你还可以公司自己买车的一些 discount啊employee的一些还有一些group的一些benefit啊 这些呢具体呢一会儿会有我们的主角老师嘉宾 Jerry会具体跟你们分享福利是一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边呢是帮助大家这个考证 然后呢就业于各个车行 那么它的英语要求呢没有大家想到中呢就是那么高 主要呢是帮助您通过你一定的就是面试 还有呢就是你的phone interview 首先第一步第二步呢是interview 这一块通过之后呢您也可以找一些就车行里面有中国人呵护 这样子的话呢您不需要太多的要求 当然如果你英语好的话这样也更好 你可以接触到一些更多的老外的一些客户啊 另外而且汽车销售这个行业呢也是在工资方面也是非常体面的 像我们如果说刚刚进去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拿到年薪五万六万都没问题 包括做的好的话呢就是十万都是有的 所以说呢相对于而言呢也是比较一个轻松愉快的一个工作 还可以跟客户之间打交道认识很多不同行业的人士啊 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这个汽车行业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份工作啊 同时呢自信啊还有福利待遇啊都非常非常的不错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邀请到呢我们的Jerry Jerry嘉宾呢Jerry老师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们这个讲座 欢迎Jerry老师 你好谢谢你沙莉 好的那这样的话我想先摄一下我的这个screen呢好吧 我这边的话把你这边先停掉一下 你稍微等我一下 OKOK 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啊 刚才呢忘记跟大家讲了 就是Jerry老师呢他有九年以上的销售经验 曾经呢他是就职于BEMO啊 包括CIBC TD啊 还有不同的车行Nissan啊BEMO等 所以说呢Jerry老师呢他是非常非常之有经验 同时呢学校这边呢跟这些车行呢也是有雇主的关系 所以呢我们直接会推荐学员呢给给车行 然后呢帮助大家就业 好的Jerry老师能看见了能看见你的屏幕了 行稍微等一下 首先的话呢 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间的话参加这个招聘会 刚才的话呢 Sharleen的话呢已经做了一下大致的介绍 那么这边的话呢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我本身的话呢是有超过九年的销售经验 同时的话呢也是横跨了很多的这个行业 包括这个金融业银行业 还有这个汽车销售业 曾经的话呢是就如于像这个各大银行嘛 Bemo啊CVC啊TD啊啊后来的话呢也是去过这个尼桑跟宝马 下面这边的话呢也想再做这个咱们整体的这个行业的话呢做一下这个介绍 那边稍微等我一下 也是第一次的话这个先生好的 刚才Sharleen的话大概也告诉大家就是介绍了一下吧 反正咱们加拿大这边的话呢是有超过三千两百家的这个车行 而每个家庭的话呢平均的话呢是有车的话呢超过两辆 根据这个统计数据的话呢是2.2辆 而咱们多伦多的话呢是有超过七十万的一个华人的这么一个群体 所以说的话呢潜力的话呢还是非常大的 就刚才Sharleen的话说的一样 就是即便大家可能英语的话呢不是说特别特别的优秀 但同时的话这样的话呢也不影响你的话做这个销售的工作 因为毕竟的话呢所以我们华人来说的话呢 主要客户群体的话呢可以选择的话呢是这个华人 那么你像做这份工作的话呢这个新做的话呢 我想具体的话呢再说一下 如果你要是比如说从事的话呢是这种日本或者是美国的汽车品牌的话呢 你的收入的话呢应该是介于五万到八万之间 但如果你要是做这种好品牌 比如说这种就是德国品牌 像是什么奔驰宝马保时捷的话呢 你的年薪的话呢实际上可以达到六位数 当然了这个的话是取决你自己的这个努力的话呢 也是就是分不开的 你像这一份工作的话呢 它本身是一份正式的工作 那么它给你提供的话呢 北美的工作经验 包括的话呢还有你的这个reference 因为它本身是销售工作嘛 所以说的话呢要求对你的着装的话呢 是有要求的 需要每天的话呢就是穿西装打领带 收入的话呢已经介绍过了 一般起步的话呢 你像这种日本美国甚至韩国车行的话呢 应该是五到八万之间 好品牌的话呢应该是能拿到六位数 它的工作时间的话呢会相对来说的话呢 比较灵活一些 因为你的这个时间表的话呢 既可以有早班也可以的话有晚班 这个的话呢是用你自己的话呢跟车行的话呢来协商 可能很多人的话呢就是不知道这份工作的话呢可以帮你就是办理移民 起码我以前很多学生的话呢都是从我车行的工作 把移民的话呢都已经给就是申请下来了 那么除此以外的话呢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 这个的话呢是一份销售的工作 所以说的话呢你有中文的话呢会讲中文实际上的话呢是一个优势 但是与此同时的话呢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对你的英文的提高的话呢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就是帮助的就是在里面 这边的话我想再多说一点 因为这份工作吧 他不仅的话呢是有这个中国客人 还有这个就是当地的这个客人吗 所以说的话呢我的客上的话呢 会主要讲解一些这个就是销售的一些技巧 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些这种比较英语的话呢 一个培训也会在里面就是包含的 因为毕竟的话呢你不可能说只接中国客人 不见得这种当地客人也是不太现实的 好刚才福利的话呢已经做过大概的介绍了 我这边可以具体讲一讲 你像是医疗啊牙医啊还有配镜啊这些的话是标准的 但是车行的话呢有一项的这一个福利待遇的话呢 是其他地方没有的 就是可以给你提供一辆就是单红车 就是说在这个商工作的话呢 你可以开在这边免费的 他们这个品牌的这个汽车里面的话呢 这个保险跟保养的话呢都是由车行来出 你自己的话呢你就不需要出这个钱了 而比如说如果你要是自己有车的话呢 也不要紧 那么车行的话呢给你一个Car Lawrence 他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比如说你不用开车行的车 不需要车行的带用车 那么的话呢他可以把这个钱的话呢 以这个现金的形式的话呢就是返还给你 一般情况下的话呢日本车品牌的话呢 可能这个Car Lawrence的话呢应该是300到500之间 如果是花品牌的话呢是500到1000不等 这个的话呢跟你的工作年限的话呢实际上是有关系的 而对于一些花品牌来说的话呢 它有个叫做就是Health Care Spending Account 这个的话呢等于是给你一个额外的福利 比如说里面给你固定的话呢存一笔钱 1000或者2000 你可以用这个钱的话呢就是做任何跟这种 就是你的比如说配镜啊或者是什么洗牙呀 包括一些相关的那种东西都可以用 这个额度的话呢是有车行的话呢给你提供的 那么当然了 如果你要是对这个品牌车感兴趣的话呢 你也可以就是买它本身品牌的车 你有一个员工的折扣 基本上的话就按进价的话呢把车的话呢可以卖给你 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很多品牌的话呢 实际上是有一个group benefit 意思就是说的话呢 它这个车行跟其他的公司的话呢 他们是有一个类似于合作的关系 那么比如说的话你的公司在我这边买车有这种优惠 那么你去我们那边办会员的话呢也有优惠 他们更多的话呢可能会跟一些健身房吧 会有一些这种合作 你可以比较低的价格的话呢拿到一些这种折扣 比如像是goolive当然了有其他的吧 这边的话就不要这个展开说了 你像如果你要是想从事汽车销售这份工作的话呢 实际上第一点需要达成的话呢 实际上是这个奥姆维克的这个考试 因为加拿这边工作的话呢 不管你从事任何的工作 首先的话呢你都要先考证 这个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 而咱们学校这边的话呢 实际上是有这个考试的这个真题 就是这个原题 可以100%帮助大家的话呢通过考试 那么考试之后的话呢 正说的话你拿到了 那么第二步的话呢实际上就要找工作了 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一样 咱们学校的话呢已经就是创办的话呢 已经超过了就是20年了 拥有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就是资源 实力的话也是非常雄厚的 所以说的话呢跟很多车行的话呢 都是有这个合作的关系 所以说工作机会的话呢就是非常的多 那么我会主要负责的话呢 给大家的话呢就是挑选一些合适的这种工作机会 同时的话呢就是给大家进行一些这种面试的辅导 因为像面试的话呢 它实际上是非常讲究就是技巧的 比如说的话可能你的英语的话呢 不一定的话非常特别好 但是经过培训的话呢 其实上可以把你最好的一面的话呢 给展示出来 同时的话呢 因为这是一个销售工作 所以说到面试的人的话呢 在面试的时候的话呢 是有一些点的话呢 是要去考量的 那这个的话呢 我给大家的话也会具体的话 就是讲解一下什么地方是需要注意 什么地方的话呢 是可以这个强化图书自己 那么到拿到正式的工作机会之后的话呢 还有三个月的话呢 是试用期 那么工作的话呢 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就是进去的话呢 只是第一步 只有过了试用期之后的话呢 才算拿到了一份真正的全职工作 那么在这个试用期的时候的话呢 实际上主要就要考验你的这个工作能力 特别的话呢 是你的这个销售能力 而像我讲这门课的 其实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跟目的吧 是希望可以把自己 就是多年以来积累的这个销售经验 包括的话在车行这边销售经验的话呢 就是分享给大家 因为在每个行业吧 实际上都有自己的这个套路和门道 如果你要是一个心中小白的话呢 可能你真的是就是不知道 也是不清楚的 如果说能得到一些这种经验的分享啊 包括一些相关的这种指点呢 其实的话呢 可以走稍多很多的弯路 也可以避免很多的这个坑 因为毕竟像我自己的话呢 也是办法滚打的话呢 就是走过来的 像这些经验的话呢 都是一些实际经验 可以分享给大家 那么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环节的话呢 就是作为销售的话呢 你免不了的话呢 会面对这个竞争 还有这个压力 毕竟的话呢 你是你自己信自己的这个paycheck 对不对 所以说的话呢 当大家顺利动过试用期之后的话呢 还会有一些后续的一些这种支持跟指导 比如说当你遇到不懂的这个情况了 包括这些 比如说事情不知道如何解决 甚至说这个销售的话 你不知道如何close的话呢 你依然的话呢 可以回来的话呢 就是把活动我们学校的话呢 就是联系 提供一些后续的知识 这个的话呢 就是扶上码 还要再送一程 就是不仅的话呢 要帮你把这个工作给拿到手 通过这个使用期 同时的话呢 还希望的话 你可以把这工作做好 做得成功 那你在这个行业的话呢 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还有更长远的这么一个就是规划 好 这边的话呢 之前刚才其实我也讲过了 那么上这个课的话呢 主要的话呢 是提供这个就是真题 百分之百的话呢 通过考试 其次的话呢 就是工作机会 还有这个面试辅导 简历的这个修改 包括后期的话呢 对你这个销售经验的话呢 这个指导跟讲解 还有长期的就是职业规划指导 因为几件事 你在车行这边工作的话呢 实际上以后你的发展路径的话呢 也是很多的 就是可能如果你要不想读销售的话呢 可以从事其他的职位 甚至的话呢 可以跳到其他的这种领域 当然这个的话呢 是要具体讲的 这边的话呢 就不会再展开了 那么下面的话呢 主要是一些这个课程的安排 大家的话呢 可以就是看一看 就是了解一下 那么咱们这个课的话呢 我想总结一下 主要目的的话呢 是帮你通过考试拿到工作 那么其次的话呢 在你拿到工作之后的话呢 再帮你把这工作的话能做好 能做得更加成功一些 好 我这边的话呢 已经做完了一个大致的讲解了 我想看大家的话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希望的话呢 可以问一下 我看大家大部分的话 好像都比较害羞啊 都是拐这个摄像头 语音的话呢 也都是没有开 但如果有问题到现在的话呢 其实可以就是提问的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将会发现就是沙利 好吧 沙利的话请继续 感谢杰尔老师跟我们今天分享 有几点呢 想跟同学们讲一下 一个呢 就是我认为就是汽车销入这一个呢 最重要的一点 大家要把证考出来 对吧 所以这个考证呢 我们是可以百分百让大家通过的 第二点呢 我觉得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呢 英语的要求不是很高 我觉得这是对大家来说 是一个比较一个优势 然后呢 就是我们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呢 刚才我们的杰尔老师讲了 我们需要一个试用期 那么这个试用期呢 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就你在车行 比如说你进到一个德国车行 在这个车行里面呢 你碰到的那些问题 包括你应该怎么样去经营 建立自己的客户 怎么样度过这个试用期 这一点呢 就杰尔老师呢 是非常在行 很有经验 会帮助大家度过 然后告诉你很多建议 另外呢 就是在这个学校这边呢 是可以百分百给大家推荐 然后呢 保证大家就业 以及呢 在那个面试方面呢 面试方面呢 因为我们这边呢 是杰尔老师刚才说了 第一轮应该有可能呢 是封印特里 封印特里的话呢 我们学校这边呢 是会帮助到大家 杰尔老师这边 杰尔老师这边帮助大家 就是说关一下 帮助大家呢 怎么通过封印特里 因为封印特里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问的问题就是这些 你说白了 看着稿子 然后对方再问你 你都可以念 之后呢 你去face to face interview的时候呢 那你就把这些内容 给背熟 就这些关键词 没有任何愉悦 这些关于车行的词了 所以这也比较简单一些 所以总体来说呢 就是大家 follow着杰尔老师 然后学校这边呢 可以保证 帮大家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 课程包含的内容 就一个是百分百通过 然后呢 我们有强大的资源 给大家有工作 机会的推送 然后呢 有一对一 老师给你的简历 修改啊 面试辅导啊 以及最重要的 你在车行里面 有销售的技巧和经验 对吧 让你度过这个试用期 怎么样跟客户建立 好关系 所以这些呢 就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呢 我们全部包括在课程里面了 所以说呢 我认为就是 只要大家跟着杰尔老师 我们是肯定没问题的 那么我们这个课程呢 我们是这样子 我们是从7月11号开始开课 固定在每个周日的下午 一点到四点钟 那么课时呢 是四周 四次课就讲完了 四周讲完 四周讲完 因为是12个小时 然后就开始 给大家就是可以考证 然后呢 一对有就业的辅导 因为我们这课程里面呢 还包括一些车行内部的一些架构啊 因为你得了解一下车行嘛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个收费是怎么样子的呢 收费呢 我们是价格是3999加税 但是今天呢 我们是有个特价的 2999加税 2999加税 如果说内推没有成功 内推没有成功大概多久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是四个月 如果四个月内推没有成功 当然不包括你自己 我们给你介绍 你自己拒绝offer 我们将会退一半的学费 一半的学费给大家 但是我们的宗旨呢 是希望每一位学生都能成功找到工作 因为根据我们之前的经验 包括杰瑞老师之前给学生辅导 我们没有几乎没有不成的 除非你自己实在是 我可以说就是口才啊 各方面啊 太差了 不follow老师告诉你那些内容啊 怎么样跟客户沟通啊 那么那真是没办法 对吧 但是只要follow的杰瑞老师 肯定是没有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些这点我们学校这边敢打宝票 跟大家说 刚才呢 我看到有一个学生呢 在那边问 就是说杰瑞老师已经回答了 是男士才做销售技巧吗 我觉得其实不是这么说了啊 其实我我觉得就是说 女生也很适合 也很适合啊 因为有时候 女士打交道可能比较更容易一些吧 一开始因为是女士嘛 都会就是一般就是会好一些 我觉得 所以这个不分男女啊 都是可以的 只要你呢 对自己有信心 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同学们呢 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一个呢 可以就是加一下我的这个 微信 我的微信呢 是这个二维码 大家可以扫一下 然后呢 就是我们有几种支付的方式 那么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现在把麦打开 有问题的同学呢 可以问一下老师啊 没关系的 大家可以问一下 或者问我都可以 有没有同学有问题的 你好老师 这个有没有年龄限制 你好 是这样的 咱们这个企业销售的话呢 它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年龄限制的 就是你的任何年龄的话呢 实际上都可以从事 需要一份工作 特别是如果你要年龄比较大一些的话呢 至于科学来说的话呢 实际上你的话和网话 可能会更加具有说服力 所以说你是不用担心的 我之前有很多学员的话 也是年龄蛮大的 也可以找到工作 这个的话是很难心的 OK 那个贼尔老师 您说的那个年龄大的 找到工作的 你便就是背景的话 噪音比较多一些 你可以再重复一下你的问题吗 我就是说您说 有一个就是成熟的 就是年龄一些的人 找到工作了 具体那个人多大了 虽然说这边年龄的话呢 它是一个属于一个比较私密 但我可以告诉你 他之前的话呢 从事的话呢 是这个IT工作 他已经是年龄超过50岁了 您能不能大概介绍一下 就是什么人适合咱们汽车销售啊 是这样的 就是说首先的话呢 你对于这个销售这份工作的话呢 你是有这个热情的 你是感兴趣的 这一点的话呢 实际上非常重要 因为不管你做什么工作的话呢 首先你自己的话 你有这个热情 那么你才有动力的话呢 去把这个工作的话呢 给做好 对吧 如果你要自己对这工作的话呢 可能并不是兴趣很大 甚至说的话 你只想比如说 找一份工作做一做的话呢 那可能也许你能 进得去 可以做个工作 但是毕竟的话呢 能做得非常好 因为最终能做得好不好呢 一方面取决于 你的自身的一个条件 另一方面取决的话 你是对这工作的话 很有热情 因为你像这个销售的这个技巧 还有技术的话呢 可以后天培养 但是你对这工作本身的 这种热情的话呢 是取决于你自己的 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呢 就是说你起码的话呢 是要有一个 就是英语 还是要怎么说呢 就是能达到一个基本的交流吧 对 因为它不可能是完全的话呢 是中文的 因为毕竟的话呢 就是你同事里面的话 可能有一些的话 也是讲英语的 当然有些车行的话 可能95%的客人 都是中国人 但是也不排除的话 你可以碰到这个 就是老外的客人 所以说的话呢 还是要求的话呢 有一些这种英文的基础 那个咱们做销售 如果录取了 这个工资是有保底 还是说根据你的销售量 配工资 它是分成两种 它本身的话呢 是有保底的 如果你能超过保底的话呢 就按你自己的销售量的话呢 来给你提成 大部分做销售量的话呢 它并不是为了这个保底去的 它主要的话呢 是想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的话呢 赚更多的钱 因为这份工作的话呢 它是一个 你一份付出 就一份回报的这么一个工作 像我刚才说的嘛 就哪怕是你去这个 刚开始去这种日本车行 甚至韩国车行 美国车行的话呢 你的收入的话呢 也可以达到五万到八万之间 而你比如说的话 出去做一份 比如说这种基础的专业工作的话呢 期限的话呢 是不可能有这么高的 从哪一方面能知道 对这个汽车销售业 有这个 有热情 有passion呢 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吗 是这样的 这个的话你要是问你自己 就是说你对这个销售的话 你是不是感兴趣的 你是不是愿意的话呢 就是跟人口红去交流 这个实际上非常重要 这个的话 你从别的地方的话 没有人能告诉你 那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那个方便说一下保底工资是多少吗 保底工资的话呢 每家车行的话呢 都不太一样 但是他最保底的话呢 肯定是不能低于那个最低薪水 你现在有些车行的话呢 可能给的会高一些 因为车行的话可能给的话呢 就是会低一些 但是最低的话呢 也不可能低最低薪水 老师请问一下 这个推荐工作在爱德蒙顿有吗 爱德蒙顿 我记得好像这个主要是针对 在安省这边的 咱们学校的话 爱德蒙顿那边也是给推荐工作吗 我们主要是在多罗坡这边车好 能听见吗 听见了谢谢 好不客气 而且大家的话好像都比较害羞啊 都没有开这个 都没有开这个摄像头啊 其实有问题的话呢 是可以这个畅所欲言的 因为我觉得大家过来听着课 我肯定是对这个销售的话呢 是有一定这个兴趣的 所以说如果你有疑问的话呢 其实的话呢 也是可以提问的 有同学的话通过这个chat的提问 这个叫Austin 刚才的话呢 实际上我已经讲过了 他这个工作的话呢 他是有福利的 而且他这个福利的话呢 是一个全面的福利 包括你的这个 就是医疗保险 包括你的这个牙医 包括你的眼镜 除此之外的话呢 他还给你提供一些 本身其他的就是工作地方 不给你提供的 像这个卡罗兰斯跟这个代目车 你可以二选一 你既可以选择开车行的车 既可以同时的话呢 如果你不想开车的话 你可以拿车行给你的车补 因为这边凡是他正式的工作的话呢 福利是必不可少的 只说车上这边的话 还多了一项 多了这一项的话呢 就是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 这种代目车 如果你不要的话呢 给你一个车补 还有我不知道应该是Jerry老师 还是朱 好听见 那个给小姐回答 咱们这个就是价格啊 就是说内推没有成功 不包括自己拒绝 这是什么意思 不包括自己拒绝 能找着工作还有拒绝的 我就没看 因为这个事呢 我们就是因为比如说 我们给你那推成功 然后你说您不去了 那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也没有办法 给你推一般学费 你懂我意思吗学生 同学 当然太明白实际上 因为一般找到工作 是会很高兴的 不不不 这个词呢 就是说不是说 对你说太好了 那有些同学 因为我先把这个话说前面 因为我怕有同学到处说 我不去了 我自己拒绝offer 那你也推我一半钱 这是不可 我就是告诉你一声 但一般不会有人这么做 你懂我意思吗 我是觉得是不是有点潜在的东西 因为不太懂 不不不 因为我们要 不是潜在的东西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呢 就是把这个学费的这个 detail 信息要说清楚 那到时候万一你就是说 你没成功有好几种 我自己拒绝了算没成功 那你也得推我一半学费啊 如果一开始没说清楚的话 怕万一以后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 把这个事只是说清楚 你懂我意思吗 谢谢 谢谢 Jerry 任何一个工作都有正面的 那我很感谢咱们介绍了很多正面的 这个福利啊等等的 那有没有就是说 需要注意的地方 或者什么人不太适合 刚才的话我已经想过了 就是 不好意思 那个稍微先等一下哈 那么一个结文 刚才的话我已经讲过了 他本身的话呢 这是一份销售的工作 那么你作为销售的话呢 肯定就离不开的话呢 这个销售的这么一个 就是压力嘛 对吧 就是你自己的薪水的话呢 是取于你自己卖车的话 卖的多与少 对不对 所以说的话呢 这份工作的话呢 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压力的 它的压力的话 就来自于你的这个销售上面的 这个业绩 有些人的话呢 比如说他真的是能做的非常好 那么赚的非常多 有些人的话 比如做的没有特别好 那么可能赚的就没有那么多 对不对 OK 那如果我理解的 我不知道正确不正确 假如说 每个人当然了都需要 那个生存都需要这个 这个钱嘛 那每个人都会 就是做最大的努力 来好好的做这份工作 但是 那如果 不正确 不是说为了 只为了追求钱 你不是说全身心的 很安静 不只是为了钱 这样的状况 是不是可以销售出去啊 我不知道我表达明白了吗 就是说 当然需要钱 但是不是说只是为了钱 就是压力大 如果我心态就是平和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能不能销售出去啊 关键是啊 一般的 是这样的 好 这要同学买 你的问题的话 实际上我听懂了 是这样的 就是每个人的话 都有自己不同的 这种销售的方式 可能有些人的话呢 是技巧性的话呢 比较强一些 那么有些人的话呢 可能是技巧性的话呢 就没有那么强 比如像你的话 我觉得可能 你在跟别人谈话的时候的话 更加喜欢的话 把话题可能就是 慢条斯理 就是那种有理有据的 可能更多的话呢 是在一种就是谈话 或者是一种沟通的方式的话呢 来解决一件事情 或者解决一个问题 就每个人的话呢 他的这种方式不一样 但是的话呢 并不是说的话 你的技巧好的话 就一定可以把这卖掉 因为比如有些客人的话 他就比如说 喜欢跟你这种 说话慢条斯理人来谈 他可能觉得这样的话呢 他可能那行的话 也是平静的 对不对 有这样的客人 对吧 可能就是你跟他的话 能谈到一起去 那么还把你这块 把车的话给买走了 而咱们上这个课的 主要目的的话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 就是说很多人的话呢 他真的是 对销售的话呢 他是完全就是不懂的 他有这个热情 但是他缺少这个技巧 包括呢 缺少这个经验 而在上这个课的时候的话 我本身的话呢 我已经做了超过9年的 这个销售的工作了 在各个行业 所以说的话呢 一路摸爬滚挡过来的话 记得了非常多的 这种实战的一种经验 还有这个经历 而这个课的话呢 主要是把我自己 曾经的话呢 现有的这个经验 跟经历的话呢 就是分享给所有的 这个学生 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的话呢 就起码在入职之前的话呢 有一个就是准备 就类似于的话呢 提前接受了这个 就是训练一样 就是不要打 就是无准备之杖 就是也许 你用自己的销售风格 但是的话呢 如果能配合这种 就是承受销售技巧的话呢 你当然的话呢 就是做的话呢 是可以更好的 你也可以就是不接受 对吧 你也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走 但是这所谓的是 怎么说呢 就是调大路通罗马 就是每人都自己的方式 只要能成功的话呢 就是最好的 刚才有同学的话 好像是有这个问题想问 那你现在可以问了 你什么问题呢 其实老师有两位同学呢 他们在chat里面问了 您看一下chat里面 一位同学问 一般销售一个月 得卖多少辆车才算达标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呢 很简单 因为如果你要作为新人的话呢 对你的期望的话呢 并没有就是特别的高 那么可能一开始的时候的话 一个月的话 你只要卖几辆车的话 就可以 因为吃好的话呢 是要给你时间的话呢 去适应的 但这样的话呢 你自然就是赚的话呢 其实的话也少 也会少一些的 对吧 当然了 随着你的工作经验增加的话 你对你的这个期望值的话呢 也是越来越高 那像我自己的话呢 我当时我去的时候 第一个月的话呢 是卖掉了21辆车 当然了 不能只要素人的话 都拿到一样的这种销售的 这么一个就是成绩吧 但是的话呢 你赚的多余少的话呢 实际上是给你的这个销售量的话呢 成直接的就是关系的 还有同学问的话 就是说 他是等客人进来 让自己找客户 就车号有个好处的话呢 就是说的话呢 你是客人的话 会自己进来 有很多这种 我可以的这么一个机会 当然了 如果你有没有自家有客户的话呢 是属于是一个额外的 对于自家说的话 可能算是一个就是一个bonus 因为毕竟的话呢 就是说你只有客户 就是越多的话呢 可能你卖的车的话呢 才会越多 嗯 其实这个这问题的话呢 问的还蛮好 因为咱们进来课里的话呢 也会具体讲一下 首先的话呢 是怎么样能close这种 我可以的客人 那么其次的话呢 是如何通过 就是一些 就是方式来获取额外的客人 感谢今儿老师 给我们解答了那么多问题 看看还有什么小伙伴 有问题的没有 我想问一下老师 就是说 你们现在推荐的工作啊 这个车行 它是属于经销商 就是全新的经销商的公司 还是二手车店的 那个车商车行 嗯 我懂你说的意思 实际上都有 因为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推荐的话呢 都是这种大的 就那种大的车行 比如说像是这个 风田呢 本田呢 日产呢 然后还有这个 就是像是用美国车的 比如什么GMC啊 然后包括这个福特尔 对吧 这些都是这种大的车行 而他们本身内部的话呢 是既卖新车 有卖旧车 我们不会是把这个 学生的话 用小车商推的 我懂你说的意思 这边有很多那种 特别小的那种 二手车商 那个的话 我们是不会往学生 那边推的 我们只推大车行 老师啊 像这一种大车行 你们要推荐的话 第一个 他们确定没有连领限制吗 第二个 本身来讲的话 他有没有要求 要有身份 比如说像 批阿卡 公号 是这样子 是这样的 第一个 是对你的年龄的话 一定没有要求 但第二个 一定呢 你一定的话 是要有这个公卡 你确定是合法工作 才可以 因为我们推荐正规设行 都正规的大设行 所以说 如果你要没有这个公卡 的话就不行了 了解 了解 谢谢老师啊 对 对 就是大手行 对 所以说一定要公卡 对 我们不会说就是 走能中小手行 对 那里对学生的话 就是不负责任 除此之外的话呢 还有两同学问 有没有密室 有的 密室上的话呢 我们这边是有合作的 是有内推关系的 那么其次的话呢 一辆车按车价提升 然后留到比例 这的话呢 咱们在课里面的话 具体讲 这边的话呢 就不展开说了 开始目向 开始目向 还有没有问题 同学们 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了是吧 好的 没有问题 同学呢 首先要报名 同学呢 我们今天会有优惠价格 299加税 所以说呢 如果要报名 同学可以联系一下我 加一下我的 二维码审令 好吧 然后呢 报完名之后 我会帮您 老师 我们会拉一个群 然后呢 会发一些资料给大家 我们先可以预习看起来 有问题呢 我们可以在群里面问 那每一次上课呢 我们都是会有视频录播 所以没有听到的同学呢 也可以看录播的视频 远程刷卡的话 是4166651888 电子转账的话 是马尔森 atbiccouch.com 也可以用支付宝 或者微信来支付 312维码 然后写明您的姓名 电话课程名称 维多利亚呢 因为在我们这边 已经开车20年 我们跟车行的关系呢 一直都是非常好 也推荐了很多学生 所以同学们这一点呢 不用担心啊 肯定内推是一定没问题的 只要您对自己有信心 跟着Jerry老师学好 就OK了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讲座就到这边结束了 也感谢Jerry老师 感谢我们的同学倾听 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 那比要介绍一下 这个大概的课程呢 还是讲什么销售原理啊 还是技术原理啊 还是怎么销售 大干有个口袋 放下 好的 你稍微等 因为刚才PPT的最后一页的话呢 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咱们这个课的具体要讲哪些 咱们这个课的话 像我说的嘛 主要目的的话呢 实际上的话呢 就是要通过考试 安排就业 同时的话呢 做这种销售 这种技能的一个定向的培训 因为的话呢 你在就业之后的话呢 还要面临的话呢 就是跟其他同事的这么一个竞争 那么中间的话呢 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挑战呢 甚至有很多的话 这种肯定的坑 对吧 那么咱们这个 培训的主要目的的话呢 就是说教你这些技巧 跟这种能力 包括分享给你这些经验 帮你避免的话呢 去踩雷 去避免这些坑 同时的话呢 可以完善你自己 让你把销售的话呢 就是做得更好 所以说的话 第一个环节的话呢 一定是做这种考试的辅导 给你做这种真机训练 让你百分之百的话呢 通过考试 其次的话呢 会对这种当地的这种 汽车品牌的话呢 给大家的话呢 作为一个具体的这个介绍 让你做到的话呢 对这些品牌的话呢 它的一些热门的这个车型 包括品牌的话 也更好了解 你这样的话呢 不仅的话呢 可以就是更加游人有余的话呢 就是去面试 同时的话 到英文之后的话呢 你也会更加知道的话呢 自己比如说卖这个品牌的话 哪个车的话呢 销售的话呢 是最好的的 对不对 那么其次的话呢 就会给你做这种销售的这种技能培去 同时的话呢 还有一些这种日常的英文这个术语 及常识的这么一个就是学习 这样的话呢 你不仅的话呢 是可以就是服务中国客人 同时的话 你也可以服务当地的这种 就是当地的这种客人 比如说白人的 印度人的这些人的话 其实的话呢 就是都是有的 与此同时的话呢 这个销售的这个技巧的话呢 既有一般的技巧 还有针对定向的某个品牌 这个车的话呢 这种销售的技巧 里面的话都会讲 那么再往后的话呢 咱们会再具体讲一下 你在做销售的时候的话呢 具体的一个销售流程是怎么样的 包括如何客人的话呢 就是鬼艇 如何的话呢 就是介绍这个车 包括如何的话呢 主要的话就是如何的话呢 去谈价格 这里面的话呢 实际上都是有很多说到的 还有包括最后的话呢 如何的话呢 去float deal 如何的话做follow up 这些 其实的话呢 都是要具体的话呢 讲解这边的话呢 是没法整开说的 那么在销售技巧完成 讲解之后的话呢 还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如何从这种 比如说日美品牌 航母品牌的话 跳到那种航母品牌的 这么一个经验 跟 也算是这种 就是技巧吧 对 这里面的话也是有办法的 那么最后的话呢 就是在面试之前的话呢 要做这种简历的这种修改 那么一对一的话呢 这种就是面试的辅导 因为你的面试之前的话呢 肯定要先对你进行这种辅导 比如说的话呢 比如这个问题的话 你应该的话呢 是如何的回答 包括的话呢 你的这个神态 你的这个武器 还有要改达的这种内容 还有的话呢 就是你的这种 去面试的时候的话 你的这么一个就是形象 如何的着装 包括工作之后的话呢 应该如何的就是着装 这里面的话都是很多的这种 讲究跟说到的 这就是咱们这个课的话呢 一个主要的这么一个 就是讲解的一个内容 后续的话呢 就正如之前我说过的 在成功课之后的话呢 包括听众后续的这种技术支持 就比如说当你遇到一个客人 你不知道如何的话呢 去够这个deal的话 你也可以回来的话呢 就是论我们学校 对吧 来讲这种就是额外这种技巧 这种定向性的这种辅导 甚至遇到了一些事情 比如说不知道如果解决了 比如说车行遇到麻烦了 客人给你麻烦了 比如说你不知道如何的话去处理 你也可以回来的话呢 来帮你还有简单 刚才问问题同学 老师给你解释了 您看OK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谢谢 不客气 好的还有没有同学有问题 如果在假如说就是考过来找到工作了 那如果我在销售的过程中遇到问题了 回头来咱们学校找您 这个费用是包括的吗 还是再配啊 是这样子的同学 就是我们呢 是会有一个 报名之后呢 是会有一个报名群的 当然当您就是在 就是工作的岗位之中呢 您有什么就是销售方面的问题呢 这个呢您可以呢 在群里面问老师 没有关系的 那一条问题的话呢 肯定的话呢 是不可避免 因为这些可能 有点问题 包括在群里面 然后的话 一种讲解判断 那么一条文化呢 平行进入的这种情况 如果再听了的话呢 肯定是通过不同的 人的财务 产生不一样的话 又有点稍 其实我觉得 这个同学问的这个问题 因为做销售呢 不仅仅是在气善行业 你比如说卖衣服也是 其实每天都会有很多 walking的客户 就是你不至于到 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说 每个月都不达到 这个营业的目标 我觉得大家 一定要对自己有点信心 因为walking客户也很多 其实walking的客户呢 足够 应该是可以让你达标的了 所以我觉得 不至于每个月都不达标 而且我们自己呢 也可以就是 车行这边的话 也会大家互相推荐的啊 什么都没问题的啊 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您说的就是老师 而且最主要一点的话 就是说你上这个课的话呢 实际上不仅仅的话呢 是仅仅是为了帮你找工作 如果那样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课很明亮的话呢 实际上就降低了很多 其实主要的 还有一个目的的话呢 就是教你这个销售的 这个技巧 就如果当你遇到 这个walking的客人之后的话 你怎么样能close这个deal 对不对 其实你掌握这个技巧的话呢 才是就是更加重要的 因为这个经验的话呢 别人的话呢 是不会去直接告诉你的 而你花钱上课的话呢 其实不仅是为了找工作 更重要的话呢 实际上是要学习一些这个经验 还有一些就是 其他人比如说也有了这种经历 是让你帮你自己的话呢 就是少走弯路 所以说如果你要是能按这种 客上教你的 这种销售的技巧的话呢 去做的话呢 不可能出现的话呢 就是说你每个月的话呢 第一 完美销售业绩 第二的话呢 我会close客人 因为这种东西的话呢 如果作为一个比喻的话呢 就类似于像是这种 写计算机代码一样 实际上的话呢 客人的话呢 总共只分成了几大类 几个类型 那么只要你能掌握 对应的这种技巧 那么其实的话呢 close这一类客人的话呢 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老师的同学们 通常每个月 至少要买几辆车 没有说什么所谓的话 至少的话 要买几辆车 没有的话 一个具体的这么一个 就是规定的话呢 和要求 当然了 如果你要是每个月 不卖车的话呢 肯定也是不行的 因为车行的话 它也不可能的话 就是说养闲人 就是为什么说话 我反复叫强调嘛 就说你上这个课的话呢 更主要的话呢 实际上是搞到工作之后的话呢 做这种销售技巧上的这么一个就是学习 包括的话呢 对销售技能的话 这么一个提升 这个的话呢 才是更加重要的 也是我自己的话呢 觉得这本课里面的话呢 就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具行销的部分 是什么呢 对销售技能的话呢 对销售技能的话呢 我听到这个地方呢 对销售技能的话呢 我听到这个部分 对销售技能的话呢 那边的话呢 没有什么 对销售技能的话呢 对销售技能的话呢 还有问题吗 其他同学 好的 一个就是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呢 进入车行后 还有没有培训 接着老师 学生问 从你在包这个课第一天开始的话 主要目的的话就帮你进行通过考试 同时的话帮你整工作 那么可能快同学的话呢 就是一两个月的话呢 可能工作的话呢就已经找到了 而咱们这个课的话呢就像我之前说的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实际上可以在群里面的话 来进行提问 我也会在群里的话呢给你做一种解答 把你当成一个案例的话呢 就是来进行探讨 这样的话呢是不仅的话呢 可以帮你自己的话呢 解决关于球场方面的问题 也可以让别人的话 同时的话呢就进行这个学习提高 所以说有问题的话呢 是会帮你进行提答的 你不用再提 那同学是问 车行进入车行以后培训 是车行给他的培训吗 是不是这个意思 车行车行的话一般情况下的话呢是不提供培训的 如果说车行提供培训的话呢车行只会提供一些比较就是基本的 比如对他们车行的话呢 他们具体的一些比如说规范跟流程的话呢 可以进行培训 但是至于销售技巧的话呢 他就不会告诉你 好的好的 谢谢吉尔老师 那看一下如果我们同学还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呢加一下我的二维码 好吧 我也可以给大家呢 给大家就是来解答一下 包括呢老师这边呢 也会在群里面也可以帮助大家来解答一下问题 大家可以扫一下二维码啊 好的 谢谢小同学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讲座就到这边结束了 有问题大家可以微信私信我好不好 好的 谢谢吉尔老师 好的 拜拜 请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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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